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一集玩家 Ready Player One 导演是不用再介绍的传奇导演 Steven Spielberg 主角是Tie Sheldon 之前他有演过X战警 最新一集天奇里面的年轻独木龙 其他演员还有Olivia Cook Ben Mendelsohn Simon Page 还有以间谍桥拿过奥斯卡奖的Mark Ryrens 改编自2011年的同名小说 Ready Player One 这是一个在讲全地球的人 都在寻找彩蛋的故事 电影里面也的确有 非常多流行文化的彩蛋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想这种事情 不是我最擅长的 然后应该也会有 别人做这样子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 这部电影的彩蛋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点失望 因为我不会在这支影片的后面 讲到太多关于这部电影的彩蛋 我想我还是来专心聊聊 这部电影的内容 电影叙述在2045年 全世界的人都在沉迷一款 虚拟的线上游戏 Oasis 绿洲 绿洲的创办人James Holiday 在他死去的时候留下遗嘱说 他在游戏里面藏了一颗彩蛋 得到彩蛋的人 可以获得到非常非常大的财富 还有这个游戏的控制权 于是全世界的人 都在寻找这颗彩蛋的下落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 穿梭在现实还有虚拟之间 过关寻宝的故事 这部电影有非常多的特效 看起来电影里面的现实世界 没有跟我们现在差别太多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绿洲这款游戏 在绿洲里面有无限大的世界 有沙滩 有雪地 有金字塔 有战场 有赛车 等等各种游戏副本 你可以在里面赚钱 购买装备 购买造型 购买武器 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主角是一个典型的主人公设计 怂巧失去的爸爸妈妈 所以想要藉由在这个游戏中冒险 脱离自己现在的生活 并且非常着迷这个游戏的创造者 James Holiday 的故事 他与几个朋友一起冒险 但是他不组队 直到他遇上了我们的女主角 要说一集玩家的缺点的话 大概就在主角的设定上面 他和女主角 还有伙伴之间的剧情线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又没有意外的 然后这是一部充满童心的故事 我们几乎不会看到主角 陷入低潮超过一秒钟的时间 所以不会有太多 关于过去创伤等等的 黑暗剧情 不过这个几乎跟80%的游戏主人公 一样的经典设定 虽然说老套道不行 但是就是很容易 让我们不用花什么脑力 然后就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去 可能这就是一个 所有玩游戏的男孩子 最容易带入的角色设定 或者我们已经在过去的游戏 或者电影中 带入这样子的英雄角色好几次了 虽然主角两无心意 但是导演刻意刻画了 另外一个隐藏的主角 也就是留下彩蛋的 这个游戏创办人Harday 我们看着主角追寻Harday 留下来的线索 慢慢的拼凑出这个人物的故事 我不知道电影的改编过程中 更动了多少小说的内容 但是感觉这个角色 才是Steven Spielberg的故事重心 当然对我来说 Steven Spielberg 跟这个Harday太像了 James Holiday 创造了每一个人都热爱的绿洲 而Steven Spielberg 创造了一步又一步 让大家着迷的电影世界 可以说他就是电影产业里面的Harday 你光看怪奇物 你就可以看到多少的桥段 在致敬Steven Spielberg的电影了 他开创了整个不一样的娱乐电影 在70到90年代 大白鲨 印第安娜球师 ET外星人 侏罗纪公园等等 而关于Harday这个角色 则就不属于一个冒险的少年的故事了 我看起来跟Steven Spielberg的上一部电影 《邮报秘战》里面的一部分核心是重叠的 再讲一个成年人的形思 当你是一个对现况不满意的少年 就像我们的主角Wade一样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逃避或者是改变现况 而当你是一个对现况不满意的成年人 就像这个Harday一样的时候 他必须要做的就是反省了 因为这个现况是他造成的 不管或多或少 每个成年人对自己的现况 都有一定的责任在 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的一个重点 思考我们过去做了什么 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然后才能将希望寄予下一个世代 饰演Harday的Sir Mark Rhyans 也就是在跟科尔克大行动中 开着船去前线的那个爸爸 虽然经过化妆之后看不太出来他的样子 但是他还是把那个温暖又古怪的 怪老头Harday诠释得很好 演员上面另外一个让我非常喜欢的 则是Ben Menderson所饰演的反派Noran 之前他演过《最黑暗的时刻》当中的 乔治六世 还有在《侠盗1号》中负责建造死心的反派Owson 我觉得他几乎是新一代的Gary Olderman 演得好好 尤其是把那个反派的气势建立得很好 一个利欲熏心无所不用其极的大老板 而且他的戏份很精彩 可以看到他的狠近 他的胆小还有他的无能 整部电影当中最后最重要的一个转折 他也演得非常好 但是有两个跟电影比较有关的彩蛋 我还是要把他提一下 第一个就是主角在破关解谜的时候提到了 某个人是James Holiday的Rosebox 这个玫瑰花包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美国公认最棒的一部电影 《大国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是整部电影的谜团当中的关键 所以Rosebox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可能会有一点点爆雷 所以我用提示的就好了 除了《大国民》之外 还有一部电影在《一集玩家》当中也是非常重要 重要到还还原了整个场景出来 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再去看《一集玩家》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我给的提示是史丹利库伯利克 旅馆 史蒂芬金 上来应该很清楚了吧 不知道的人就自己去查查看吧 《一集玩家》是一部一流的娱乐大片 充满了高水准的科幻动作还有特效 我想这是一部适合所有人看的商业爽片 特别是想念Steven Spielberg的经典电影的朋友们 有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飞车戏 还有很多的电影梗、电玩梗 不错的剧本、虽然有一些人物上面的缺失 但我觉得还是一部非常值得去看的电影 我其实看完之后都有点怀疑 今年暑假的娱乐大片 有哪一部可以比《一集玩家》精彩的? 《一集玩家》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和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不找你的订阅,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点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